他們只能一個人跟兩個人搶 今天虎人隊呢開局四投三中 最近他們比二十分之差呢 擊敗了Grain Alden的2-5-4 哇這球呢 扯到籃底下 Andre Viner還是把這球給投進 所以你可以看到 Viner跟Pokasso的搭配之後呢 在進區幾乎 可以說他們搭配來講 分擔了彼此的壓力 這也是虎人隊呢 今年廣被看好的一個主要原因 對 因為快艇隊呢第二次嘗試投三分球 球還是不進 而且呢藍板球都讓虎人隊搶到 如果說照這樣的打法 快艇是會打得非常的辛苦 Kobe Bryant呢昨天呢 他是得到二十三分全場最高 這球呢發生了失誤了 哇結果呢 Thomas 剛才這球雖然沒進了 但是造成了犯規了 這球其實也不需要再回給Thomas了 其實應該在第一時間能夠自己上來 不過看到Thomas拖著跟進來的時候呢 適時在把球回給了自己隊友 好在這球是犯規了 不然是有點可惜了 剛才呢 看到快艇隊他們的快下的進攻 你先請Thomas呢獲得了第一次滑球機會 他上了賽季呢 12點4分的得分呢 球來命中於四成一 12年呢 NBA的經驗 六尺十寸的身高 我們看到Marcus Canby 上了賽季呢 他在這個年盟最佳防守球員的跳選上面呢 他是屈居於第二 僅次於Kevin Garnett 但是他連續三年呢 是NBA的火鍋王 也是史上第二人 對上一位呢 是Mutombo 所以這樣紀錄是非常的難得耶 所以快艇隊今年可以說是撿到寶嗎 因為盡快隊呢 他們要促進他們的薪資空間 哇 Romalevich 昨天投進了兩個三分球 所以今天呢我們看到三分球開火 對 其實這樣胡仁隊的進攻很明確 就是在內線讓對方壓縮之後的 回彈給外線的一個機會出手 Thorton 在湖頂 Thomas 今天呢我們看到兩邊呢 各有一位呢 汕頭外線的場人 在胡仁隊方面是Romalevich 而在快艇隊方面是老將Tim Thomas Thomas其實他非常習慣性在三分球之外的出手 哇 好搞笑 搶打內線 這球呢Andrew Byron在跟進了之後呢 造成了犯規 DK Byron 其實在整個一個進攻和環節方面來講 最重要的是這種第二波的攻擊 跟第二波的爪位搶奪 其實在整個威脅方面來講 我們去強調 其實胡仁隊如果在內線方面 多了Byron這個點 其實Romalevich 在做一個T5上來的時候 在整個搭配來講 Phil Simpson 他是很好去做一些搭配跟調度 對 而且胡仁隊他們擁有 非常強大的一個擺動和陣容 對 新年的Romalevich 變成了最佳第六人的一個角色 設定為第六人的角色 那另外不要忘了 還有這個昨天表現不錯的 Joran Farmer Joran Farmer昨天的六籃板六助攻 Andre Byron呢 我們看到他在去年呢 受傷之前13.1分的得分 10.2個籃板球 已經是一個平均Double Double的成績了 一個高中生呢 他來到NBA之後呢 其實是他覺得適應他自己的一個對抗性 最重要就是要避免受傷 今天真的可怕 21歲的這個Andre Byron今天百發百中 滑球命中率百分之百 投籃命中率百分之百 阿爾斯沃滕這支球呢 In and out 14比7 胡倫隊在去年的同城大戰裡面 四場比賽都擊敗了快艇隊 哇 Kobe剛才從左邊呢 很輕鬆的上籃 加上Mess講到說 其實他平均每一場呢 都贏了快艇26種的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差距之下 我相信胡倫隊打快艇是打得得心應手 不過今天快艇隊之所以讓大家有點期待 哇 Chris Cayman 還是原因在於呢 快艇隊今年的換人一星呢 對 但是我覺得Bone Davis啊 加入到快艇之後呢 其實還是要觀察 畢竟他的球攻來說 他屬於這種個人擔擾欲望 很強烈的一名球員 那怎麼樣去融入這個球隊 就是他自己跟隊員 需要花一點時間去爬摩而起來 欸 我們看到Joe Torrey啊 今天呢 跟這個 非常著名的這個 Billy Crystal 經常主持奧斯卡獎的 他今天兩個人呢 在場邊很輕鬆的這個看比賽 Joe Torrey應該是完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來看 而且世界大賽的一個結果都已經出來了 沒有錯 剛剛費城人就已經確定了擊敗的光盲隊 非常比賽等了兩天 因為 連續兩天都下雨 不過現在呢